一整櫃的模型公仔桌上還有吃到剩一半的洋芋片 你以為這是一個宅男的家 不過鏡頭放大一看 這竟然是一個1比6的萎縮模型屋 而且你看這個32吋的電視變成這樣 竟然還會動 在構想這個房間 總是希望有一個會動的東西 找到了MP4 那MP4顯然它的外觀跟尺寸 放在這個房間就很像是古早以前的32吋的電視的 電漿的那種尺寸 被海外網友稱作是模型神人的是48歲鄭鴻展 曾經赴日4年學習插畫設計 一年半前才投入微縮事件 第二件作品鰻魚屋就獲得全球微縮模型冠軍 而這個花800個小時才做成的男人玩具屋 甚至有人開架 海話收藏 房間完成以後 我每天FB的訊息就很多訊息 那也包括美國那邊的老外也想 出80萬的價錢跟我買 那因為這個東西畢竟我想是獨一無二 那我便沒有答應他 公測的木質地板用紗紙一點一點磨出歲月痕跡 而另外魔女起奇的家除了有露燈性香 甚至細緻到連小石頭的種類 鄭鴻展的堅持各有不同 這個石頭是我有用黑色的漆噴過的 那這邊的石頭是混合了我噴過的漆 有咖啡色 有黑色 那它就會形成比較豐富的不同的顏色 靠鬼斧神功的手藝折服各國好手 台灣之光鴻展希望透過自己的拋磚引玉 讓微縮模型的世界在台灣向下扎根繼續成長 東三財經新聞將不信連任黃富翔台北報導 現在就一直以為 今天最終竟然以後 邀請見 了